记者吴生如新北报道,新北市平溪地区有店家为了吸引游客在店门设置了十分瀑布造型的序院持工游客投币序院,却没想到今日上午七时许,居然有一名37岁科姓窃贤,趁现场无人看顾,下池捞贤。 店家听到声音,报警处理。 瑞芳景时分派出所获报后,前往逮人。 警方到场时,见柯南库管湿透,立刻将他拦下盘查,起出失窃的硬币,约92元,讯后将他移送法办。 警方调查,柯南上午搭车到十分车站附近,见店家前方有设置序院池,紧用绳索围住,便翻过绳索,跑到池中捞弦。 捞的过程中,店家听到声音,报警处理,柯南见警方前来赶紧从池内离开。 瑞芳景分局时分派出所副所长王俊伟及警员蓝士杰赶到现场时,发现柯南库管湿答答,马上把柯贤拦下并盘查, 在其手中起出90元台币及100韩环,折合台币约2.7元,并将柯南带回甄讯。 柯南向警方表示,因为没有工作无收入,看见许愿池有钱,想说进取了一些硬币,之后可以买东西来吃。 警讯后,依涉饭窃盗罪将柯南移送基隆的检署法办。 嗯、哇。